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华尼基 我是老汤 就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 从乌东战线抽掉上百只迎接作战单位 前来哈尔科夫部署在利普齐 以及乌尔昌斯克两大战场 要把俄军推回边境 恢复过去疆域的行动 只是这种挖东墙补北疆的风险 现在逐渐浮现出来 毕竟俄军在东部一线不断攻城越地 已经让守备部队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且俄乌两国也证实 奥切列纪念的战场不断有新动态 俄军持续在南北两路展开攻势 乌军多处据点情况告急 俄军表示已经完全控制新奥列山的里夫卡 目前进入战场打扫的阶段 不过也有消息称 俄军先头部队并没有停止战斗 继续向西北方的沃兹德维任卡推进 据说已经到了外围郊区 和乌克兰部队激烈交火 至于在奥切列纪念西侧 俄军第15摩布旅正在向索克尔方向移动 情况不容乐观 先来面方向 俄军第55山地旅兵分两路 占领了新波克罗夫斯克 对乌军来说 丢掉这座城镇 等于失去了重要防守据点 直接威胁到后方部队的阵地 不过也有军事专家认为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就部署在周边 俄军有可能要遭遇一场硬仗 已经编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 第12特种亚述旅 两年前曾经在马里乌波尔 坚守亚述钢铁厂82天 重创俄军而备受乌克兰民众敬重 如今美国宣布解除亚述旅 禁用美制武器的限制 等于为这支强悍的部队 解开束缚 得以再度投身战场 抵抗侵略 如果我们的练乌克兰开始得到 西方的封码 除此我们还得到 接触到西方的封码 这非常非常稳定 影响到功能做到 我们的练习生命 练习生命的练习 普京所说的就是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展开的反击战 尽管目前战况陷入胶着 但是在沃夫恰河右岸的俄军已经有转手围攻的迹象 进入城区的乌克兰第82空土旅和俄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报道表示双方几乎是寸土必争 光是一座建筑物24小时之内就会出现多次一手的情况 82空土旅有意向北推进 在迂回南下试图包围俄军 不过俄军则是从乌军侧翼战线打入舰裁场 两军战术运用惊人的相似 但是都还未达成目的 然而现在有传言指出 乌军把好几百名俄军包围在舰裁场内 同时以重型火炮及无人机不断轰炸厂防 想要全歼俄军的意图非常明显 只是传言并未得到双方的证实 原本乌克兰希望在瑞士和平峰会前将俄军赶回边界 虽然结果不如预期 但是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指挥官库兹亚 还是对峰会充满期待 他认为各国领袖及代表都看得出来 即便乌克兰的整体国力比不上俄罗斯 不过军民发挥出来的韧性 却能让俄罗斯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了长期的和平及安定 全球各国唯有持续支持乌克兰 并且稳定提供必要的军备武器 才能结束这场战争 泽伦斯基在瑞士可平峰会发言的最后 除了向所有与会代表致谢之外 也不忘带上这句红遍全球的口号 而且泽伦斯基还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举行了双边会晤 美方还允诺加码援助乌克兰 I am here in Switzerland to stand with Ukraine and the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support of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As we look forward to that peace and work towar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Ukraine rebuild To that end today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vide more than one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to address Ukraine's humanitarian and energy needs and to help relieve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of Ukraine 峰会上集中讨论了核安全 粮食安全 以及交还平民和战斧等三大议题之外 会后也发表了联合公报 展现凝聚全球和平力量的成果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巴耶夫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这次峰会表达出100多个国家和组织 为了乌克兰的和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虽然无法直接影响战争的过程 却是国际间一系列努力的组成部分 尽管学者对峰会结果抱持正面的看法 但是却有14个出席会议 却没有签署公报的国家 显然有部分国家并不完全认同举办峰会的目的 如同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形容 这就是一次西方同温层的聚会 而且也有国家对会中的和平倡议并不满意 Although several peace initiatives have been presented none seems to have gathered the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upport needed to be successful on the contrary, we are seeing an escalation and more deployment of arms and military equip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suffering of civilians particularly women and children 香港人不想这些战争 这些战争是犯罪的 完全不准复杂的 Russia 唯一一人 谁想的这些战争 是Putin 不晓得是有心还是无意 普京在接见授勋官士兵的会场上 公开揭露现阶段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兵人数量 部分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对照去年普京的说法 俄罗斯派出了60万官兵参战 短短半年期间扣掉战损人数 俄军至少增加了20万人投入战场 显然俄罗斯的动员情况 要比乌克兰顺利许多 不过也有一派专家认为 普京有可能虚报了人数 因为根据乌克兰军行单位的报告显示 俄军残战官兵约为45万 普京之所以这么做 是要造成乌克兰的讯息压力 让前线的乌军产生未战窃战 进而引起厌战情绪 削弱部队战力 这场历史将近两年半的战争 尽管俄乌双方表面上都想和谈 但是开出的条件却又百般刁难对方 这让真正渴求和平到来的百姓 根本无法理解 为什么开战这么容易 停火却难上加难 或许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复杂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程度 只能留给两国的政治工程 一一解决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部分人等全国人